那通常的话不唱歌他就要伴走 可是因为他专心的在弹琴 所以他琴法会弹的比较好 所以要 所以我比较鼓励 鼓励同学 就是你自己哼一哼唱一唱 比如说像目前我们班上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 其实弹琴的时间都算很短 所以我比较鼓励你们 自己像那个比如说 比如说教授 就是不知道那个哈佛博士 因为他弹琴的时间也是很短 结果我教的那几个曲子 其实真的是要 什么什么那个 summer time那种 开玩笑你看它很简单 你要弹好 那个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是时间累积才有办法 那我常常讲说要弹得很悠闲 对不对 可是很难 你讲是悠闲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这其实把他建议他 就是弹一些很简单的 像现在我是打算 就是等一下我要教几首就是你们可以简单的曲子 然后又可以弹又可以唱会比较愉快的 如果纯粹演奏的话很辛苦的事情 好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那因为这几天了因为报纸不是灯吗那个什么那个刘文正死掉了对不对 结果其实我刘文正那个我还蛮欣赏他的 他真的死掉我就那时候当天我就准备了他他几首歌曲 一个诺言对不对 一个闪亮的日子 这几个诺言是他他第一次那个从西洋歌曲转到国语歌曲来诺言 还有闪亮的日子 我就准备准备了这两首 准备 结果呢 结果呢第二天马上新闻又出来了 他的经纪人说 刘文正他说我是人在那个 我现在在菲律宾 他很火大的 不知道谁刺死他 我活得好好的 真是结果是因为他新闻炒作得很厉害 当天当天晚上说 你看你们都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 好了我大概把这个放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把这首歌拿来唱一唱 然后我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香港的北斧 我看一下 我先找一首歌 他那个刘文正那个 那个最早出来的歌曲 诺言 他音不太准 这个又是当作 我曾为他许下诺言 不知怎麽能实现 想起他小小的心灵 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 虽然是不为他许下的过磨蜿 也是不深藏在内心的心灵 谁知道要遇到那一天 谁知道要遇到那一天 我曾为他许下的过磨蜿 我曾为他许下诺言 我曾为他许下诺言 不知怎麽能实现 想起他小小的心灵 我曾为他许下的过磨蜿 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 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 虽然是不为他许下的诺言 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 也情愿 谁知道要遇到那一天 何事不知 虽然是我为他学下的果言 还是我深藏在眉心里心愿 果言 心愿 谁知道要等到那一天 好 他这个怎么样 我把声音关小声音 他们这个录音的时候 他们这个录音的时候 那音有的时候 那个早期的时候 正好是在又是G调跟F调之间 就是正好 其实他是唱F调 但是录起来的声音就是 就是有一点点差这么一点点这样子 好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 那你们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我在弹 你们大概就会了嘛 对不对 就大概是我现在这首歌是F调 然后和弦进行的是 类似Dola Reso 这样子 好 然后到副歌 主要是副歌 它主要是副歌 是拉 手 发 抖 拉 手 发 降 西 那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功力 比如说我现在听着唱片 我根本没有 我不需要看谱 我听唱片 我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 然后以前真的是没办法 那你们更何况是你们 我这个要经过好久时间才有办法 才能够知道这样子 要听力方面 大概和弦主要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F调嘛 你们回家练 把影片调出来 可能这个谱也找不到了 你们看到的谱可能就是很不好的 就反正乱七八糟的就对了 你看我弹着 拉 手 这个主要副歌手 拉 手 发 米 拉 手 发 然后这样生拉就对了 那其他就大概是 多拉瑞手之类的 我唱一遍啊 我成为他许下诺言 不知道怎么实现 想起他小小的心里 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 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 也是我深藏的内心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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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言 诺言 心愿 谁知道 要等到 那一天 要等到 就是 如果吧 豈不真真的 是我深愛 ��요 你愿意 啊 alle心愿 要等到 我深藏 你愿意 游你 呢 克莱 这好 甚藏 怪 соб 也是我深藏那内心的心愿 诺言心愿 谁知道要等到那一天 大概就是这样 我把那段咖掉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F调 就可以弹 好 还有一首叫什么 我看一下 我可以看得到